我叫板家小薇一名幸存者 今天这期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首先要兑现一个我曾经立下的flag 这个flag呢相信大家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没关系 老娘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啊 而且还是有图有真相的那种呢 没错就是这样图片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刺激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生十八状那期视频当中呢 我说过这个赛季说什么也要上次皇家骑士 对吧 然后呢 这位叫做哲指为贺HH的粉丝 就在评论区里也立下了这么一个flag 说如果我能上皇家 他就直播吃屎 还让兄弟们把他给顶上去 所以呢为了能帮助这位粉丝实现他的愿望呢 老娘我是天天烧纳米搞专业 合完金甲搞配件 最终凭借着我35专业的雷托和30专业的金辉 就有信拿到了一次皇家骑士的定验卡 What 所以你们都懂的吧 我呢是成功兑现了我自己的承诺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位大兄弟你什么时候直播呢 说实话我还挺期待的呢 来有没有想看这位粉丝开播的呀 把哲指为贺给我打开弹幕里 呼唤他一下好吧 好了好了不闹了开个玩笑啊 直播的话还是算了啊 话说正开播了我也看不下去啊对吧 但是这位粉丝的flag呢确实很大的程度上激发了我的潜力 虽然只是张皇家骑士体验卡是不错 但这次真的是我凭自己的实力打上去的还是蛮开心的 所以呢如果这位粉丝看到这条视频的话 可以自信我一下 我会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 但绝对不会让你直播的 你放心好了 嗯 好了不嫌扯了还是言归正传 咱们来聊点正事吧 昨天呢这没钱之后的更新它又来了 这次应该是第三季开启来啊 又一次的大动作版本了 全新的庇护城计划终于浮出了水面 说白了就是我们又又又又又要开始板架了 你敢信 What 七大庇护城的位置呢目前已经标注出来了 但现在更新的呢只是个先行版本 还有一系列的任务需要玩家一起去筹备去完成 等到2月4号的时候才会正式跟大家见面 所以现在也用不出来个1234的啊 其他方面的更新呢我也不做过多描述了 无非就是客金抽奖新时装老三样 但是不得不说这次更新的家具抽奖啊 那是真的秀啊 纯黄金打造的沙发 钢琴 组合柜 差点没闪下我的24K太和金狗演呢 你妹的果然是土豪才配拥有的东西啊 满满的迪拜风 全是客金的米豆啊 呦呦 不过嘛 抽 我是不可能带起抽的了 毕竟上次翘武术的金狸就摆在那儿 老娘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呢 但是 这幸运夺包里的定制感染猎手 说实话 我也是有点动心的啊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这玩意儿到底要几组648才能抽到了呢 有试过水的大佬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来告诉我一下 至于抽不抽嘛 我衡量一下再做决定吧 好了 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